我自己就是真的是 决定报警 来帮我妈妈 亲戚 我身边的朋友都会说 你真的没有良心 你真的是冷血 后面后面他就开始攻击到 你长得这样的女生 不应该跟这么帅的男生在一起 你是不是要先减肥 欢迎回到这一集的 你OK吗 今天我们请到一个模特儿 嘿嘿 欢迎 Lin Sissi 哇 为什么Shallin的脸上真的这样 Close up是这个是吗 Sissi 你开心 不是没有close up的啦 没有close up的 大概有女人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close up 因为我这样讲 我们没有讲 我们没有讲 我们不是这种show 我自己zoom in It's ok 可以来 他是一个模特儿 你们懂吗 我懂 他有模特儿过 for Sephora Kate Speed Kate Speed 你们不懂吧 可是Ryan 没有做我的brief 有 哇我们跟你配合 你要跟我们 我model for Yellow Pages而已 这个Yellow Pages没有 没有紧欸 而且我跟你讲 Ryan是我的师兄 师兄 in the model agency 没有没有 acting 你们不懂 不懂 我自己都不懂 你有演过那个Incredible Day 有有有有 我跟你讲 我看到他的时候 我很兴奋 然后没有人相信我是他 我看看看看看 我就 诶 诶 然后他们就这么 我讲这个 Ryan 你认得出啊 but你在 你在那一集 不是 我没有我没有我在看 我喜欢看恐怖片 所以他在我演戏之前 他已经开始知道我了 是我们的始祖 是 真的 The man was too stunned to speak 所以我要问的是 我们都懂你是CC 对不对 你很耀眼 我们 表演 OK 很多人不懂你怎样出道 我也不懂 我也不懂 我们什么都不懂的 我是童星 童星 童星 我童星出来的时候是唱歌的 哦 什么时候童星 那时候唱歌 对因为我是参加一个 安培娜儿童歌唱歌的 你看 你看 是不是全会一样年代 review age了全部 没有我没有听过 我没有去看 所以我那时七岁 然后 七岁 对然后就得冠军之后 我有出过两张专辑 还出过专辑啊 有 不是的不是 我出过专辑 然后过后 我就突然间 突发奇想 想说我要 focus on 我的studies 哦 我要 concentrate在BSLE 哦 BSLE啊 这样你的BSLE有几分呢 很差 多少啊 I think 189啊 你比较好 你比较好 我要161啊 要多少 我脸是假的 178啊 我都ok 我不记得 她的年代不叫做BSLE 是吗 是啦 2323 可太久 2323是你老婆是吧 我老婆24多 24多 给你多少 我236 21236 236 他学霸 学霸 学霸 哇塞真的看不出耶 我真的也是看不出 我真的很驚訝 你会 今天不是哪里照我的 我以前啊 小时候哦 我是跟那种 Korean star差不多一样红 什么意思 因为我在马来西亚 shopping哦 四楼哦 那个我的poster 从四楼掉到一楼 这么大张 这个人家丢下去 没有啊是四楼 掉下来还是 不是掉下来就是 从四楼刮下来 就是这么大张 江大哥啊 你是不是年代的black pink 啊 我是那四个人合在一起 black pink 没有ok 那时候是怎么 你的 你的 妈妈要你去演 还是你自己要去演的 我自己很爱演 我自己很爱唱歌 然后那时候就ok 还觉得 蛮好玩蛮好玩 可是过后就是 学业还有 呃演艺生涯这一段路 真的很难兼顾 嗯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focus 你看我 我一个东西focus啊 我都考188或189而已 如果你imagine我要唱歌 然后我又要读书 我应该是 跟他差不多161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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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so after that 是 你回ok 我读到的啦 是你回去演了一个 MediaCode的 supporting role 呃没有叻 我一开始回来演的时候 我是演路人家 路人家 然后我就走过这样 Extra啦 对Extra Extra的工钱多少钱了 那时候很少而已 差不多来60 一天 一天啦 一整天你们坐在那边 一直等你的 你的登记手录这样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是 就是 谁谁谁的朋友 群这样 然后我记得我还很 就是很向往去拍戏喔 我还走过去跟那个导演说 所以像我走过的时候 我是 我是 赶着去上课吗 还是 只是 就是casually走过就好 嗯 然后那个导演就看着我 你走过就好 哈哈哈 现在在想 你这个死可乐 要不要问什么 我问这样多 原来像要专业 认真耶我 周星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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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从那边开始 然后慢慢慢慢才 有可能就给我 一句话就是 先生你的水 嗯 然后才慢慢慢慢就是 比较有名字的角色啊 这些 现在的你已经很 我觉得已经很 不错了 做得很不错了 还不错啦 就是没有演女主角喔 就是 也是演谁是谁的朋友 这样吗 哈哈哈 我觉得如果 我红庆大奖有一个 最佳好朋友奖 我可以拿 哈哈哈 哈哈哈 我每次都是 女主的好朋友 都是那个比较开朗 比较开心 然后很花枝的那个 这样你要 你心目中 最想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Nin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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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什么你有迟疑的感觉 没有没有没有 我每次Trap完的咧 每次都在讲话都在Trap你的咧 因为你越让人家想不到 人家越想去看 对不对 对对对 我们就是要这样子嘛 人家觉得 哎Cy这种身形做不到的啦 我们就做给人家看 我觉得OK的嘛 Ninja 那个我会跟你一起演 对对对对 重量级人物 重量级人 我们看不出来的 我认真觉得 越让人家觉得 我不能演到的东西 是越有新鲜感的 如果人家觉得 哎呀Cy每次都演好笑的啦 都是演花痴啦 那有什么新鲜感呢 我都已经演过了 你演人者也是会变好笑的 可是问题是 有几个动作是大家会出乎意料 我们会给人家眼前一亮 很像哦很像哦 人家打戏都是功夫这样 哇哇哇哇快很准哦 我们可以以另外一个方式吗 来什么 我们这样压在他身上 哇那个贼跑不掉耶 对不对 也是一个style style 也是一个style 有没有 style 这个chip的baby可以咧 我跟你讲 chip一定大卖 这个chip的baby可以咧 只要有一个机会 我们要的只是一个机会 所以快点喊 to sponsors and investors 各位investors 如果想要有一个ninja 可以找我 谢谢 所以在别的访问当中哦 你有提到 2022年就是去年啊 2022 对有没有一直在你的那个 IG的DM哦 一直来fat shame你 这一号人物应该是非常喜欢Glen的 因为他就是攻击 大多数都是我跟Glen的 IG动态啊 或者是一些作品啊 因为那时候 我们刚好就是刚拍完女兵外传 然后很多人都会把我跟Glen放在一起 然后他就会觉得 你凭什么配得上这么帅的一个男子 而且为什么不可以 起初攻击的时候我觉得OK啦 没关系啦 就跟你讲 可是后面后面他就开始攻击到 我觉得他这一句话就是 你长到这样的女生 不应该跟这么帅的男生在一起 你是不是要先减肥 然后我就觉得 很奇怪耶 什么Link啊 对不对 人家喜欢我 如果人家喜欢吃UPSIZED MEAL OK的嘛 对不对 你去买DM也会叫UPSIZED MEAL的嘛 对不对 所以那是人家的choice嘛 你不可以这样子DOT 人家的choice的嘛 而且为什么 人家两个人在一起 一定要长得一模一样 或者是配得上 什么叫配得上 你的原因 你的reason of配得上是什么 所以我就才回他一句说 我觉得这世界上没有门当户对 他是一个真户口来的 他是一个真户口 真的是有他的 本来有他的脸 然后 我觉得是我发了之后 有几个人就去弄他 然后过后他就把他的那个户口给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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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男的女 女生 他就很好笑 如果假如说这个IG动态 我很normal 只是说 我拿一朵花很美 他就会讲说 这朵花在你手上很小 你应该有一个更大的 更大朵的话 那种很gigantic的那种花 他就会讲这种东西 然后我觉得 哇你这个人是人生攻击到一个极点 他真的有影响到你吗 我觉得他没有真正影响到我 反而是我想要让他知道说 在这个社会 你不要去想要控制别人的人生 人家的选择 或者人家的 觉得说我想跟这个人在一起 或者是我想买这件物品 或者我想穿这件衣服 那是人家的事啊 你为什么一定要把话讲的这么难听 很多人跟我讲说 哇 这些你很胖 不要穿Sleepless 很热 谁感受到热 我 我那边也在穿你 我 所以我不care 我要穿Sleepless 就是这个道理 我想要让他知道 就是他一个人而已吗 还是有一群 一直在攻击你 其实老实讲 来来去去 每一天我都会有收到就是 攻击我的身形啊 每一天啊 是standard的吗 尤其是在TikTok啊 因为很多都是比较 比较年纪比较轻的小朋友啊 他们就会 哇 She's so big 哇 She's a d-nobu 你懂那种 哇 我没有听过什么 而且他们很creative的 不 我很喜欢多 不过我觉得不管我们做什么 还是我们想要怎样去呈现我们的生活 大家还是对我们会有意见 对 只要我们把自己摆在那边 就是要跟人家讲的咯 人家就会讲啊 因为你是公众人物 所以人家都讲你什么 他会讲啊 他会讲啊 长得很像灰哥 哈哈哈哈哈哈 是不是灰 每次中的 真的 我记得 我没有讲灰哥不好啦 有时候我们做TikTok 然后就有人说 欸 说到你旁边有个女版的灰哥 我就 Henry来 Henry来来 Henry来来 不会 没有那时候黑头发 什么黑头发 没有啦 我觉得是身形 他们两个都比较矮小一点点 对啊 他们每次讲 工作人物就是这样 就是要被批评 还是什么 因为你赚他们的钱 你就是出来 你就是要给他们讲 为什么 为什么人家都会这样 我给你讲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其实不只是公众人物众而已 只是因为 那些旁边的路人甲众 我们不懂啊 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平台 让我们去看说 人家讲他们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跟朋友聚会 我们看到好笑的东西 我们也会分享 嘿嘿 你看他头发 哇哇哇 你看那个 哇那个男的很高 哦那你得一点矮哦 我们都会讲这种东西 只是他们 我不会啦 我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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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这样 我是因为怕咯 我曾经有跟一个人说过 你要讲人 你要嘛 就不要给我看到 不然的话你就 不要讲 对 因为你如果讲了 又让我看到 我就会受伤啊 我就会去跟你对峙 嗯 你会变成不敢讲 你会变成不敢讲咩 你做 podcast 因为我知道 whatever i say will be amplified 对吧 所以很多 thoughts 不好的哦 我就会 keep to myself 好的我才讲咯 那你会不会觉得 你这样子很辛苦 有事会啦 因为很像 ok when我跟朋友出去 我听 我听 我不会讲 你怕人家讲 对对对 所以我不会 agree 我不会谈 我会 try to change that topic 你会不会 agree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大家是一个 这个 gossip这个东西哦 是每一个人都会做的 对哦 你朋友圈 你聚集在一起 你讲一个东西 对 都会延续到就是 有可能大家都要共同聊 这个东西 但是我也是会怕去 参与这个 conversation 这变成东西不可以聊咧 所以我变成一个 很 boring 的 一个 person to hang out with 好像你跟他讲 十个东西 我跟你讲哦 昨天我去买东西 我看那个 auntie 他就嗯 嗯 他不可以聊 那时候我们去吃海底捞 我一直跟你讲 business 还赚钱的东西 我尽量不想 讨论到别人的东西 就是只要关于人 我尽量 尽量 要看人 要看人 所以哦 讲到这个你给人家讲 他们就讲你身材 everything 你觉得哦 在职场上啊 身材跟颜值哦 是不是一个 可以让你走很远的一个东西 是 是 我不觉得 我觉得 长大了是不可以太帅 我觉得你要醜过 你要醜过 你要有变化 你要有变化 然后你会有 有性格 如果我觉得你从小哦 你很七岁 在小学就很帅了哦 不用追女孩子 女孩子追你那种 我觉得你长大 你二十一岁二十五岁 我跟你讲话 你没有东西跟我讲 这个我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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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生活太简单了 特别是男生 我觉得生活不可以简单 特别是从 十岁到二十五岁 你的生命 must be difficult 你觉得人生历练 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啦 对他来说 对对对对 我在我长大的这个过程啊 我 我有这个问题啊 就是我身边哦 如果那个女生真的很漂亮 那个男生真的很帅 那我跟她们讲话的时候 她们都没有内涵啊 喔 我不懂要聊什么 所以我跟你们聊天 我很开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开心 我在她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就已经抓这边了 因为我知道她要来了 男生是 他们的年龄就是可以 拉的比较远 ok 像是在演艺生涯这边 ok 但女生的话 其实你就只有仅仅的 有可能十年或十五年 就可以演少女啊还是什么的 而且你一定要好看 你只要没有身材又不好看 我觉得你就是 真的要特别努力啊 像我这样 你很漂亮 我觉得 我不觉得你不好看 真的真的 谢谢了 真的真的 西西堵我 对它大致 可是我不会把它分类成很像很油腻这样 对对对 有不一样的大致 对对对 它是那种很美的 很会包装很会 对对对 branding 我们花多一点时间包装 它整齐它有打扮 它不会让人感觉它很油腻这样 我其实在这一行 我其实要讲的也是 为大尺码女生 就是捏造一把声音 希望大家可以就是 真正的去了解我们的世界 因为我们的世界当然是 很多东西是大家不懂的 有可能不懂他们就会误解 所以我想要化解这个东西 但如果讲总的来讲 你刚才那个问题的话 颜值还是重要的 因为我们大家都喜欢看好看的东西 我们看戏啊 女主出来我们就 哇美美美美美美美 拿得出来 哎呦很帅好很帅 对不对 通常我们出来大家都会讲 很cute咯 好笑咯 永远很少人会讲说 哇美 很难啦 这就是现实啦 我在想如果不是在演艺圈 就是如果是在普通工作生活上 都有 都是这样的 我觉得很good looking people 就是他们有preferential 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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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嘛你做sales 只要好看一点就容易了 好辛苦呢 哈哈哈哈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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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看过 在Netflix的一个documentary 他们拿两个人 两个女的 一个很美 一个很丑 他们两个是 like there's no other details about them OK 他们就反问 一百个人 in the court 他们两个犯罪 OK 一样一样的罪行 那个不怎么漂亮的 他被判二十多年 OK 那个漂亮的 啊 perbation 你这样说 hat hers so preferential treatment 因为他们每次讲 他有很好的前途 就给他一个机会 把那个丑的就是二十年做了 所以你的心里正确 真的 其实 你看好跟你不要讲 你们要这样判斋 我们要很担心 我们這裡的人都很小心 我觉得你只要讲比较表面上的东西 像是如果一个男生这样子看一个女生 一直盯着你笑 他帅我们都觉得 哇 对对对 难得看不见 如果那个男生是马一朵 我们就觉得我们性骚扰 这个不是一个好的人张哥 我这个还是帅 要很小心 你这个帅哥你觉得谁帅 没有 Glenn不帅啊Glenn 哇 你觉得Glenn用帅吗 好看啊 Glenn用的个性是有点太顺了 我不可以 我就觉得这么Smooth Confirm 是用过很多次 就是他有练习过 对对 所以你会喜欢这样的男生 我喜欢聪明的男生 聪明 Thank you 很难接 聪明什么样的聪明 讲的聪明 他可以帮我就是分担一些 很像比如说 我在事业上 或者是人生上面遇到的一些问题 因为我在整个就是朋友圈里面 家庭也好 都是比较扮演着 大家会问我说 你觉得这样子走OK吗 我们这样子做可以吗 然后我都是一直在给意见 朋友圈也是 有一个依靠 对我想要有一个依靠 就是想要那个人带领我 我不想再带领大家 有时候我觉得聪明的男生 是让我觉得他会非常有魅力的 像我跟他聊天的时候 我会觉得 他有吸引到我 但是如果你会单身11年 因为现在那时候我读 那时候20 可以讲你年龄是吗 可以可以可以 因为那时候你24岁吧 到现在35岁 对 所以他单身了11年 是新加坡的男生都很笨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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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我一直很拼在这个事业的这个道路上 因为刚刚我们有说过嘛 颜值是什么重要 重要啊 如果有颜值我就不用这么拼啊 可是因为我颜值不好嘛 又没有身材嘛 又不可以做什么 就只好就更加努力 人家想说 诶 可以不可以做这个 可以可以 可以主持这个吗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青年这个 可以可以 难得的机会就要去 我就没有时间真的去好好的 跟大家就是去 dating啊还是什么 所以中间当然是有 跟人家dating过 可是到后来他们都会觉得 时间方面真的没有办法 是不是我们真的这么不重要 每次都一而再再而三的挪掉我们的 dating 他们就觉得 这不是他们想要的 然后我慢慢也觉得 唉 有点麻烦 每次都要聊一聊这个小小的伤口 我就我就没有去找男朋友 你在dating app吗 我吃过 然后我去上 那是有一次就是 有一个YouTube channel 就是Wa Banana 他们叫我说 他们真的看不惯我单身这么久 嗯 他们就做了一个episode说是 去试交友软件的 嗯 我就我就去试咯 我在那边讲话讲话讲话 我讲了很多次就跟很多人讲话 他们第一句都是 欸我们知道你是谁 你很好笑咧 讲个笑话来听 哎呦 哎呦 等咯 当然还是有一两个可以聊天的啦 可是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真的就 渐渐的没有回复他 渐渐的他也就是 没有没有在摇你出去 没有在什么 对 你给我们的感觉是你很 你是个很坚强很独立的一个女性 真的 哈哈哈 死都要打一下坚强 这个是 这个是怎样来的 这个是本来的你还是 你在小时候 有有经历过什么还是 我小时候其实就是一个 大家所谓的就是哇 非常向往爱情 我也是看到男生是白马王子 然后就是很想要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个童话故事的女生 很相信爱情的女生 然后都觉得只要男生对我好一点我就会心动了 可是是因为家庭有了一些变化 我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离开我们了 所以我家人都是女子这样 全部都是女生 我妈很疼我 她其实很爱我 但她只有一个不好的点就是 她很想要一夜之间发财 所以她就很常去赌 对 去赌船啊什么的 然后就也交上一些朋友 就会带她去赌船啊 然后就是借 就是借一些非法的金钱 到后来我发现这个东西是越来越多 我没有办法还 我没有办法去招架 我自己就是真的是 决定报警 逮捕我妈妈 所以那一幕是很很可怕的 你不怎么想要去回想到那一幕 所以也就从她进行出出监狱的那段期间 然后在她进行出出的时候 我一直都是抱着一个我希望你可以改 我希望你可以就是给我感受到我有妈妈的感觉 而不是我好像是你妈妈 我一直要叮咛你说记得出来要守规矩啊什么的 就是你知道要去监狱探访家人的时候要走一段很长的路 从我有我的阿嬷陪我一起走到我阿嬷过世了 我就发现哇这条道路真的很阴暗很可怕 我就从那边开始就是慢慢的建立起我一个比较 比较强悍的一面吧 因为我觉得不能让人家觉得我很虚弱或者是 我毕竟没有爸爸 然后我没有一个男生是我可以依靠的 所以只可以靠自己咯 什么东西都自己来咯 都靠坏了 二十多 就在我跑里的时候 这个你没有跟人家讲过的吗 朋友圈就会懂 就会懂 可是我也觉得不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情 我觉得大家都会有过去都会有自己的故事 只要你勇敢的去面对站起来 然后决定你的路要怎么走 就OK了 可是你在心底你已经原谅了你妈妈吗 还是 我原谅啦只是我们比较少来往 你们现在才是住在一起吗还是 没有没有我是跟我阿姨住 我跟我阿姨住 我阿姨就是我的另外一个很像我的官吟妈 可是你的妈妈有怪你吗 我妈妈 我妈就是一个比较 比较戏剧化比较感性的一个女生 我觉得她也不会怪我啦 只是她有可能就是会觉得 自己的女儿当然也是有辛苦过 然后现在做的比较好一点 她当然也是开心 可是我自认为觉得 我妈 自己在那边 她需要 她需要人家对她没有那么的好 她才会过得安稳一点 有些人就是你不能对她太好的 对对对 对 所以我妈就属于那一块 我很了解她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的亲戚 我身边的朋友都会说 你真的没有良心 你真的是冷血 我都听过来了 但我觉得我自己最了解 我妈妈需要的是什么 所以我才这么拼 我才这么 这么爱钱 没有错了 没有错了 已经到我朋友圈都会问我 你到底几时要结婚还是交男朋友 对 宋侯其实啊 你有想过 结婚生子吗 有啊 你还想要啦 你觉得需要吗 我喜欢小孩 但我没有很想要那个爸爸可以吗 可以啊 我跟你倒反了 你要我帮忙 我帮你 不是 因为我觉得 我很爱小孩 这一块我觉得很多人 在我身边的朋友啊 亲戚啊都知道 但是 但是 有时我没有办法 commit into a relationship 因为太多了 要给的有点太多 我没有信心 我可以给这么多 那如果你有孩子 也是一个commitment吗 没有啊 我可以带 我可以带着我孩子去上班啊 还是什么的 你带你老公去上班 带我带我老公上班 有点惊 因为叫他做P 没有没有吧 为什么你要孩子 然后你不要那个老公 是因为童年的阴影吗 我觉得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些 会有 会有一些些 而且就是 曾经有过 就是在一段的这个男生 伤得有点深啊 所以没有想要再去 重复这一段伤痛 疗伤的那个 呃 期间 时间太长了 11年了嘞 不需要 不需要结婚啊 要往快乐啊 不是他要小孩 所以你有哪里的那个 鸡蛋去分享 你现在不要做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 因为我昨晚 我在我在我在 我在谷歌来 呃 最是而生孩子的年龄 是是是 是是 是35以下 对 所以其实你到那个M秒 哈哈哈哈 你会被cancel的 不会被cancel的 没有 这是这是一个 是一个事实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 拿你的那个什么 软是吗 软 那个软 去去 其实也没有啦 因为我觉得 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或者是 我就顺其自然咯 没有的话就没有啦 没关系 我就疼别人的小孩咯 你知道以前 一freezing在新加坡 甚至现在咯 不可以的 对 呃 现在几号 现在可以咯 7月1号 onwards 对今天7月 他为什么这样 真的咩 这样刚好啊 对刚好 就是你的callin 要我interview你 要我打电话去 喂喂 喂 你认识我的朋友 对了 她已经 single for 11 年了 可是为什么现在还可以咯 现在可以咯 可是为什么不可以咯 I think 是 National agenda 就是不要 不要人家一直 delay starting a family 因为 even though你 你自己 38 手咬 then你去 use你的 对吗 对也是 also not good for is not very healthy 是 是 毕竟是身体的一个 OK So in case that 如果 at a later time 你们决定要生 等下还有机会 你看我们这里 你们大家都是 attached的 我通常都有这种问题 就是我去什么朋友圈都好 很好笑的是 他们不管讲什么 什么topic 我都可以搭上一脚的 我都没有家庭嘛 我也可以讲 这我觉得不是 那个拉拼的痛苦 哈哈哈哈 我觉得我 不是笑 不是笑 中间呆着一点累 没有 有快乐 每次他们讲 哎呀 小孩啊什么什么 我就 是啊 哦 这样会不会麻烦 我很贵啊 哎呦 没有 如果你要去freeze 没有很贵是吗 十多天 freeze是挺贵的 对 哦 十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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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真的是算挺贵的 好像 可是你可以去IVF 所以以前 以前就可以freeze了 可是你要有medical condition 哦 现在你可以没胎没胎 21岁去freeze OK 你 imagine你21岁 你去freeze 你30岁你才 哦 然后你要你21岁的egg 哦 健康 OK 我长知识了 我天天知道 真的真的 因为来 你不会懂吗 如果真的 我给你多七年后 你遇到你的如意朗菌 对 他可以接受你的演艺生涯 接受你的工作时间不稳定 那我不能生 对 这个是你跟他都想 共同达成的一个目标 你要有小孩 这一点是啦 我会去认真的思考一下 其实我不知道 为什么他tangle了Glen勇 什么事情 我们一起拍过一个戏是吗 OK 因为我跟Glen其实认识很久了 然后他知道 我们在一个media event 然后他是人家的plus one 哦 他是plus one 对他是plus one 然后他就 他就是一个很好 很可爱 就是很 很正常的小男生 我们就坐在一个地方 就是可以试吃啊 什么的 就是他在那边一直自己一个人吃 我觉得这个很难的 这么一直自己做出吃 我就尝试跟他聊天 我说 我说 你自己一个人来啊 他想说 没有没有 我跟我朋友来吧 他去拍照 然后我说 OK OK 那你是第一次来的 我就慢慢跟他聊 他也慢慢跟我聊 说他是刚刚想要进入这个industry 他有演了就是很小的 就参与了一个很小的演出 然后他就问了我一些 关于这个industry的东西啦 我也有跟他分享一下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认识的 然后我记得我跟他讲一句话 然后我说 就一笑起很可爱啊 我说你可以啦 而且你这么年轻 他就OK OK 谢谢谢谢 然后他们就走了 过后呢 我再碰到他的时候 他是在event 做就是 你知道event有时会有那个涉水的吗 有些长得颜值很高的男生 他就是那个 他就紧张 他会走走走走 他看到我 他就会涉 然后会默默的在一旁 他记得你吗 对 他会默默在一旁 然后我瞄到他的时候 他就会这样 所以我们就慢慢慢慢 比较熟 就有认识 然后他有问题 他有时会问我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成为朋友 所以他就很喜欢闹我 因为他知道我是不会喜欢他的 他不敢去闹别的女生 他怕就是别的女生会觉得 是不是真的 为什么你会不会喜欢他 因为他没有 详细 不是 不是 你怎么会 因为他的性格 是我不会想要 找他成为我的男朋友的 不关他的外表的关系 他的这个性格 放在一个 另外一个人身上 我也是不会喜欢的 因为 就是他比较 太Smooth的这一块 那Grancy怎么来的 就是他来上Outcast的时候 他就喜欢弄我 他就在那边喜欢 就是搭配啊 然后弄弄我的头啊 然后我也觉得很Normal 因为我们都认识这么久 我也去让他做这种东西 我也没有去多理 那人家就会 然后我们就两个去 然后我们就两个去 就从那边他就开始他先他先讲 这个就是我们一起种的 刚刚我还记得 叫做Grancy 就来了 Grancy 可是Grancy真的很红的那时候 是不是因为一个帅哥 我觉得是一个帅哥跟一个不好看的女生 就也不是不好看 就是人家 Tentacize 对对对 西西也可以 我给人家一个希望 对 我觉得 所以你希望在你的演艺道路上最终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我希望就是大家可以真的真的用心去了解这个字 Inclusivity 因为我觉得现在每个人口中的inclusivity 其实真的没有到非常的inclusive 比如说牌子也好 还是或者是演艺啊导演啊作品还是剧本啊 我觉得我们还是被锁在一个框框里面 就是大家还是觉得 我们不能用大尺码女生 因为不适合 但你们没有去试啊 你们没有去试怎么知道适不适合 很像大家会觉得做Ninja 那是刚才我讲的 忍者为什么一定要瘦 一定要高一定要美 就我觉得我们做也是有一个很好的反差 当然有可能我们可以不用做那个唯一的Ninja啦 我知道还是要有美女在里面的 可以搭一个美女的吗 我们可以在旁边反差很大 可是你还是Sidekick 你又是她的朋友 她是我的Sidekick 那美女是Sidekick 你在讲什么 她是我的Sidekick 很好 我们叫白味秀做Sidekick 你应该是小娘惹当初 我是大娘惹我是一个漏粽吧 我是那个Ninja 髒 你看 有没有可能你看 但是在你自己讲 你还是觉得你是一个笑话 可是问题是他们根本没有机会放我在一个很严肃的剧里面 我有在想男人吗 没有啊 对不对 你看你想的都想笑 可是这是可以的 我也还是没有啊 对不对 现实生活上你觉得像我长的这个样子的人不可以做Ninja 可以的吗 这就是inclusivity 懂吗 我觉得for this to happen 你需要一个plus size的导演 或者你需要就是有一个突破 我们求的只是一个机会 各位导演朋友 马导马导旁边 你北方旁边去做一个你要讲什么 没有很多plus size的导演 你给我做Ninja 我第一步不是写Ninja 他讲到那个inclusivity真的是有让我去想 我在电影里面可以讲把这个呈现出来 是啦就是我觉得大家口中的inclusivity It's ok that你没有inclusive 那你就不要说你自己inclusive 当你说你自己inclusive的时候 你就要真的让我觉得你有include到每一个人 这只是我想要表达的一点 我不觉得inclusivityfor the sake of inclusivity 没有人会欠你一个opportunity 因为他们自己拿了两三百千出来 他们也是要那个movie to do well 他们why should they be the one to take the risk 不是不是我不是在说movie 我是说就是有可能branding啊 还是厂商啊这种 场所也是有问题 就是attraction啊或者是places okokok 最近我要去做很多东西 我发现我不可以做 是不是很奇怪耶 你是叫我们动多一点动多一点 不是我不要动耶 那个东西我不能做耶 好谢谢收看这一集的 你ok吗 谢谢我们的林希希 如果你喜欢看我们的节目 记得subscribe and打开你的小铃铛 好 下一期见拜拜 拜拜